这个帅气的未来机器人 竟然在对抗中 霸气的自断守住 这是在克斯贝咱家的神雕大厦 安堂机器人申请击毙麻羊的请求被许可 麻羊看着橘枪对着自己的安堂机器人 思绪却又回到了与离世在一起的场景 整个人陷入在回忆里无法自拔 而此时安堂机器人早已消失 麻羊的不下行找到了麻羊 在另外一边 在一个杂乱的厂房里 安堂机器人僵硬地躺在地上 只见小药丸从抽屉里爬出 开工前不忘换上了护士制服 又在镜子前臭美了一番 还狠狠地给了地上的安堂机器人击脚后 这才开始了给对方的救治 给伤口贴上了肌肉纤维布丁 还给他冲上了电 当安堂机器人向小药丸 问及他之前同伴的下落 小药丸回答说他们都被粉碎处理了 安堂机器人沉默不语 带小药丸走后 他在2.43万副电压的电机下 痛苦地在恢复自身机能 离世的妹妹期来来麻羊公司找他倾诉 说起自己的父母都是小时候意外迷失 这次自己的哥哥竟也发生意外 其来请求麻羊不要消失 因麻羊现在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麻羊安慰其来 说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强 其来这才破地微笑 俩人的感情又更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 两个外表相同的杀手机器人 正分兵两路在执行刺杀任命 一个找到了正在修复中的安堂机器人的所在地 谁知却落入了对方的陷阱 导致被强力磁铁吸附 最后从高空坠落 爆炸而终 而另一个暗杀者则盯上了麻羊 并顺利侵入他的公司 好在有安堂机器人闪现守护 暗杀者见状闪流 导致安堂机器人一拳挥空倒地 经过一阵搜索得知 原来对方属于隐形智能机器人 只见隐形机器人干掉了保安 换上了保安的衣服 并赶上拦住正要离去的七赖 以安全知名要把他带往他中 还利用七赖的手机给麻羊拨通了电话 就这样 看着麻羊情不自禁的自投罗网而来 暗杀者便用手枪挟持了七赖 好在此时的安堂机器人 再次注射启动阿修罗系统 以火箭般的速度冲向事发地 正当暗杀者要对两个女人开枪之际 安堂机器人瞬间就砍断了对方的手臂 可谁知对手却启动了自毁式攻击装置 从后方搂住了安堂机器人的脖子 让其动弹不得 眼看暗杀者的机体要爆炸 说是迟那时快 安堂机器人不嫁犹豫 再捡起自己掉落的手臂 走进对方手起刀落干脆里 就让对手见了阎王 目睹这一切的期待 向麻羊问起安堂机器人到底是谁 却让麻羊陷入了迷茫 受伤的安堂机器人 在地下室自我修复断置 并把暗杀机器人实行了原子还原处理 就在此时麻羊出现 麻羊不想对方再继续保护自己 安堂机器人却不同意 说他不是委托人 恰在这时 安堂机器人突然感知到一名警察的到来 他警告麻羊 若泄密就要杀警察 于是面对这名警察 麻羊开始撒谎 为安堂机器人打起了掩护 警察怀疑此人并不是离世本人 便已送两人回家致命 偷偷地获得了安堂机器人身上的血迹 回到家里的安堂机器人 立马安装了接通充电功能来给自己充电 看着坐在窗边闭眼充电的安堂机器人 麻羊勾起了对爱人离世的满满回忆 第二天一早 麻羊就被安堂机器人怒气 被告知了那名警察已向媒体告密一事 现在没有其他选择 安堂机器人只能假扮离世 让谎言继续 因真相若被使人知晓 那历史就会被改写 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无奈之下 麻羊只好硬着头皮面对无数的媒体 努力编故事 撒起了谎 不嫌是大的那名警察 正悠闲地在车里抽着眼 看着麻羊在媒体前的深情表演 随后 七赖突然到访来看哥哥 安堂机器人假装睡觉 全靠麻羊的撒谎懵骗了过去 待七赖走后 安堂机器人为麻羊点赞 而麻羊却已满腔怒火 麻羊随即跑出门追上了七赖 竟一口气把真相全告知了七赖 得知离世已死的事实 七赖彻底懵了 竟歇斯底里地砸起了书包 麻羊上前阻止却被其推开 看着七赖最终落寞地踏上出租车离去 麻羊在原地担心不已 谁知安堂机器人突然出现 知晓七赖已得知真相 我必须得知 我必须得知七赖